跑太重了,我去,我去,兄弟你上他,对,又中了,兄弟你给我顶他,张美丽加油 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几天张美丽和美发师托尼老师进行了一场比赛,双方的水平不想上下,校长作为裁判判定张美丽赢,视频一经发售后,很多网友不认同这个结果,说吹黑色,应该判托尼赢,看到网友的评论后,张美丽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吹黑色,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向托尼老师发起了二番仗的邀请 哈喽大家好,我是牛肉圆张美丽,上次跟托尼老师PK完以后 有很多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说,我们吹黑哨,打假拳,然后托尼老师没有发挥好他的正常水平,那一局应该是算他赢 既然如此,我向托尼老师正式发起二番仗的邀请,邀请他来到咱们的训练基地,来到我们的擂台,进行第二次PK 到底是托尼老师厉害,还是张美丽厉害,我们擂台见真章 在发出二番仗邀请几天后,托尼老师正面做出回应 你好,张美丽,听说你还是不服气,这次我要去你们基地挑战你,你等着我,等着 托尼老师说来就来了,现在已经在张美丽的宣战馆里热身了,张美丽这次要跟他真枪实的来干一下,看看到底谁的钱,现在就去会会他 加油啊,加油 放心 在那呢 来来,整他一整他一短了,还不服,你看 张老师 张老师 就是上次打完后,你看评论委,很多人说是你赢了,你也这么觉得吗 上次我去让这,你这,你看出来吗,小鸭子骗子 你这飘了吧,你啊 不是,你哪让我了,哪让我了,你自己头挨了几拳,你不知道吗 你说打不打就没事了 不是,你也对我的判法有争议,对不对 小伙的口气,对校长的判定也是不认同 说话的同时,气势这一块真是相当硬气 主要是他心里始终有一口恶气没有出来 上次张美丽当了很多人的面,把他的头剃得跟狗啃的一样 别提有多丢人了 今天来,就是干个二番战,为自己医学前十 打不打就完事了,我这次来是来报仇的 上次你当了那么多人面,把我头剃了,这次我是来报仇的 行行行 剑场火药味十足,大战一出几方,那先讲创罚条件吧 那这样,咱们今天输赢怎么定 输赢 我赢了 我不理发了吗 我给你理理发,免费给你理理发 免费不要钱是吧 对,不要钱 行,他专业的,专业的没事,我正好想求求头 行 你也想浴血牵齿一下,你想给他报仇,给他理发对吧 对 哎呦,有必要来,今天有 必须的 你输了呢 那你要输了呢 你定 我定是吧 对 这地儿,看上没,面积 拖地,拖地,拖地 差了吧 没问题 没问题 张美丽输了,托尼老师也要给他理理发 托尼老师要是输了,随便张美丽处置 当提到给张美丽理发时,张美丽专门说了一句 她是专业的没事 这句话说明张美丽心里有多害怕了 她真是害怕托尼老师把她的长腕给剪掉 话一说到这份上了,那就上擂台准备吧 行,那么咱剩了一台吧 剩这台 来,你干嘛那就 干嘛 好好的,我找个专业的裁判啊 和你好好来一下了,好不好 好 哎,兄弟 这样啊,我们为了 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我们找一个专业的裁判 你专门查点数,好不好 如果打平,查点数 如果KO,那就更简单了,对不对 我们公平一点啊,好吧 为了公平起见 这次找了一个专业的裁判 准备好以后,纷争开始 让你意想不到 哎呦,有准备是吗 哎呦,张美丽,完蛋了你 你小心点啊 张美丽,开打呢 还是不用腿啊,用拳 然后呢,这次三分钟一局 因为有擂台了,有保护措施了 三分钟一局,一局结束 好吗,来准备 准备 以为是举手啊,开始 干嘛呢,这俩人 还挺的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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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往往前 这是 张美丽,张美丽,要废 小伙故作轻松,不报价,不出拳 正在大家猜想他要干嘛时 突然快速的左右轮拳 每一拳劲都很足 幸好张美丽反应快,躲闪及时 小伙儿扑了个空 张不要废 哎呦,这一轮来的,这太嫩了 兄弟,你这太嫩了 哎呦,我去 小伙儿这次打得有点太嫩了 每个招式都有点让人摸不透 有点小狂的感觉 张美丽趁其不注意上步 一个右手直拳打出 小伙儿竟扭头就跑 张美丽追着他打 哎呦,我去 小伙儿跑的走投无路时 竟突然乱抡起了王八拳 张美丽下潜左右摆拳反击 挣脱掉 要是被他的王八拳打到 就把张美丽给扣掉了 加油啊,加油 马上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 小伙子 一分钟 来吧 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这次们把王八拳直接升级成了狗跑拳 这种方式是由上至下的拍法 出拳量极大且力量大 而且省力 这什么拳,这是什么套路这是 哎呦,哎呦 哎呦,你看这是什么动作 哎呦 小伙儿又要出新招式了 把校长和裁判都看蒙圈了 这什么动作这是 准备要准备大楼买了 这是 哎呦,哎呦,我去 小伙儿这招太拆压顶太牛了 正中张美丽头部 张美丽快速下前反击 躲过后面的拳 小伙儿 小伙儿 小伙儿零空一击 张美丽测身一击 一击后手百拳 大动小伙儿 你上他 对,你中了 兄弟,你给我顶他 张美丽左右直拳上步 小伙儿扭头就跑 刚跑两步一个转身和张美丽硬拼拳来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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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撸打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最后的关键时刻 小伙儿使出了狗跑拳和张美丽硬拼 张美丽顶着拳 左右直拳快速反击 双方瞬间打黄了眼 牛打在一块 校长见到大声喊听 听听听 听 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 那个,来,裁判 这回公平的去做一个裁判 你们到底谁赢了,好不好 时间到,校长让裁判公平的说出比赛结果 可裁判却不敢说 小伙儿说出后,场面失控了 啊,通过这个点数和气势上面 他赢了 啊,凭啥呀 凭啥呀,他赢啊 刚才他被KO了就赢了 你这裁判专不专业呀 都,他在优势 在优势吗 我的拳打着他没看上吗 张美丽,张美丽,听裁判的 听裁判的,然后有裁判 小花菜 你说被打的追着跑 你还好意思 你 认了认了 确实你挺猛的 真的 呃,也很牛 让你裁判说赢了就赢了 打理判了啊 对对对对 张美丽,别一股苦脸下 干啥呀 怨怨怒服输,切磨 不是,你们自己看 你们自己看这个视频 到底谁赢了呀 谁的点数多呀 人家裁判说 让你输了就输了呗 对于这个结果 张美丽不服 可是不能自己裁判 这次张美丽成了小伙儿口中的小帕菜 怨怒服输 开始惩罢吧 来吧,你吧 剪刀,剪刀 来来,张美丽,张美丽 上次你都要剪刀 老开心的嘛 谁都忘了 来来来来来 就这一个凳子,我们的凳子 你们找个专业点子 在路边拿个剪子 就要给张美丽剪发 把张美丽吓坏了 比上内台都害怕 那小伙儿怎么剪才能给自己出这口饿气呢 我就是专业的 你就剪的 不是 你镜子都没有 我不是看着剪吗 我就专业的,没事 等一下,你瞎剪刀啊 你自己带的 哈哈哈哈 你好好剪 说实话 你要对得起你的专业啊 我这一剪子下去 我还找不着对象 我这个 剪你可以剪 你别 你得给我负责啊 这个发行 你别一刀子下去啊 你 你稍微分拨一下啊 不是,你这是专业的,咋的这是 来来来,给给给给 拿来拿来拿来 剪完了 哈哈哈哈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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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这样就剪完了 小子被他打的就打内疗 没那个谁就被他带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什么 他说,他说你说什么 小帕萨 他说我小帕萨 小帕萨 你老板 你这样怎么这样啊 虽然张美丽很生气 不得不说小伙儿真是手下留情了 比起他上次给小伙儿立发 真是抢百倍 我个人认为如果定在两分钟之内 张美丽要上一筹 总的来说 男的体力要强一点 男的高一点 占了优势 开始张美丽一直压着他打 张美丽就输在最后那几拳 我不是校长叫停 可能头部还要改几拳 南方看起来越在越勇 其实身体已经累得差不多了 都在做最后的支撑 各位大佬 对于张美丽对战托尼老师的二番战 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机来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